一个高尔夫球场老板 将在冰天雪地中种植出绿油油草地 谁知里面竟暗藏代号为M的病毒 当病毒慢慢伸通到地下水源 不断分裂扩散 只要喝下自来水的人 都会难逃变异的命运 最后宁静小党沦为丧尸爆发地 今天给大家带来惊悚电影大脑冻结 男人如往常一样喝了一杯自来水 当发现牙齿变成绿色时 如何清洗兜发去除 很快他发生了变异 无视发出诱惑邀请的妻子 一口咬断对方脖子 不久两人相继瘫倒在浴缸里 眼睛逐渐变成草绿色 与此同时警长接到报警电话 称隔壁夫妇在大爽大照 当他着急冲进现场时 报警的老太太露出绿色牙齿 这足以说明他也是一名感染者 屋内两人怪异的举动引起警长注意 郑玉上前探查情况 突然身后传来嘶吼声 原来刚刚的老太太已经变异 正张牙舞爪的扑雷 情急之下经常各种骚步走位躲避 急忙向警局汇报情况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种种迹象让他感到大事不妙 想到女儿心中一揪 赶紧打电话过去 殊不知对方已经被丧尸包围 小镇另一边 一群富豪刚打完球回到会所 发现会所的人像疯了一样逃离风间 众人看得一头雾水 突然一位富婆被自己的变异狗咬伤脖子 场面立即陷入混乱 好不容易甩开狗子 几只丧尸又向他们飞奔而来 两位富豪见此疯狂逃命 但其中一位还是提腿晚了一步 被丧尸狗咬伤 病毒迅速入侵他的五脏六腹 为求自保 只能用杀猪斗捅向对方 才勉强保住自己小命 16岁男孩吉姆 因只喝饮料的不良习惯 成了小镇为数不多的幸运儿 可他的母亲已经中招 当一杯自来水冲泡的蔬菜汁下肚 沉沉睡了过去 再醒来 眼球和口腔都变成绿色 吉姆见他脸上已经没有了网儿疼爱 取而代之的是视觉和杀戮 赶紧转身跑到外面 结果不小心被台阶绊倒 眼见危险即将靠近 还好一辆汽车经过 直接将母亲撞飞 此人正是警长 他警告吉姆不要靠近母亲 并叮嘱他赶紧回家 千万不要出门 不料话音刚落 街头就冲出一群丧尸 吉姆连忙拖着母亲回到家 在尸群赶到最后一刻 关上房门 可妹妹被母亲嘶吼声吓哭 导致外面的丧尸变得更加暴躁 无奈之下 吉姆只好将母亲锁进浴室 再将妹妹猛塞进婴儿床里 玩偶有效地屏蔽了哭声后 尸群也安静下来 而小岛爆发丧尸的消息 很快引起军方注意 他们采取最粗暴处理方法 为防止病毒扩散 封锁通往外面的大桥 并用导弹炸毁其他通道 由此小镇成了孤岛 随着电力中断 陷入黑暗之中 幸存的人们只能与丧尸拼命搏斗 以求一线生机 吉姆艰难求生之际 还要担负起保护妹妹的重任 只是截止到现在 没有人知道这些人为何会变异 被困在小镇只有死路一条 本想打电话求助 手机却没电了 思来想去 吉姆决定铁儿走险 试图带着妹妹离开家 临走前 留下母亲最喜欢的蔬菜 却没注意 妹妹就跟在身后 并且已经到了母亲身边 索性有玻璃阻挡 吉姆见状 拿出蔬菜吸引母亲的注意力 本意只想他离妹妹远一点 哪知意外来得猝不及防 倒下的电视柜刚好把母亲送走 吉姆愣在原地 短暂伤心后 搬来梯子观察外面情况 只见丧尸将门口堵得严严实实 看着妹妹 吉姆心生一记 他带着妹妹躲在门后 利用猫咪作为诱饵 兄妹两人才成功躲避尸群 可外面并不安全 眼见另一群丧尸冲来 他赶紧往潮石跑去 不幸的是 大门全部被锁死的 就在他陷入绝望之际 一双大手突然伸出拉了他进去 原来是警长 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女儿 但不幸的是 女儿已经变成了丧尸 见吉姆受到惊吓 赶紧解释 女儿只是生病 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他 晚上 警长听到广播电台介绍小岛情况 才知道外面的人 根本没有打算营救幸存者 因为他们担心幸存者身上携带病毒 而病毒来源仍是个谜 警长做出大胆猜测 认为岛上水源被投毒 才导致短时间内大量感染者出现 吉姆表示认同 母亲就是喝了自来水 和蔬菜汁才发生变异 自己从来不喝自来水 妹妹的奶粉也是用瓶装水冲泡 才幸免于难 为了查明真相 第二天清晨 他们走出超市 警长带着女儿 驾车前往自来水厂一探究竟 为了防止妹妹突然哭闹 引来丧失 她单独留在车里 两人带着警长女儿进入水厂内 警长没有意料到的是 女儿似乎受到同类召唤 疯狂地向前跑去 警长见到她跳进水池 焦急吞并理智 毫不犹豫跟着跳下去 突然水池里冒出一只 样貌丑陋的丧尸 警长抓住女儿挡在面前 丧尸闻到同类味道 竟然停了下来 借而转移了攻击目标 吉姆几乎吓尿了 一路疯狂套窜 经历几番周折 总算回到车内 警长拉着女儿手臂 想把她拉出来 却因用力过猛 居然将整条手臂扯下来 她还是不愿放弃 费了九牛二户之力 两人终于一起上岸 再次安全返回车内 吉姆拿出警长女儿的手机 用断手上的指纹解开密码 并拍下了外面的丧尸 不成想 断掉的手臂上竟然长出青草 同时 警长注意到那些丧尸 除了眼球和口腔辨率外 身上也长出青草 猛然想起不久前 一位基因专家 为了满足富豪们私域 建设高尔夫球场 研发出了代号为M的病毒 将其撒在冰田雪地上 竟然长出翠绿草地 哪知病毒渗透到地下水中 分裂扩散开来 最终污染整个小岛水源 只要喝下自来水 很难逃离变异的命运 当幕后老板见事态失控 立即派出双胞胎杀手 销毁与丧尸病毒有关的线索 基因专家已经做好撤离准备 并留下一瓶病毒作为筹码 当杀手将解药撒在草坪上 一切痕迹随着白烟消散 基因专家没想到的是 幕后老板下达的命令是 消灭一切证据 包括自己内内 所有隐患清除后 杀手在球场上布置了许多炸药 当警长和吉姆到达时 对潜在风险还一无所知 警长爬进球场 从里面打开门锁 为了方便行动 他把女儿锁在杂物间 而吉姆删用椅子围住一个圈 禁锢住妹妹 两人开始在球场四处寻找解药 可除了一只浑身掌门草的丧尸狗 再无其他收获 等吉姆返回时 发现妹妹早已不见踪影 而警长在漆黑的走廊里 发现杀手设置的定石炸弹 空中还弥漫着致命的丧尸病毒 很快 警长身体出现异常 强忍不适 用女儿的断臂打掉炸弹连接线 迫使定石装置停止工作 另一边 吉姆妹妹还是离开禁锢圈 爬到厨房和杀手撞个正着 对方毫无人性 竟将病毒投喂给孩子 当吉姆寻找妹妹声音传来 杀手才连忙隐藏起来 试图趁吉姆不备 强行将药丸塞进她的口中 就在双方僵持之际 意外发生了 妹妹突然变身为丧尸宝宝 咬断了其中一人手指 同时 丧尸警长也加入阵营 混乱中 吉姆刚好踩到掉落的解药 白色的烟雾 顺着呼吸道 进入妹妹和警长体内 病毒细胞停止扩散 可虽停止 却并没有消除 警长依旧被病毒左右 无法自控追击吉姆 幸好有妹妹护体 她才躲过一劫 而双方台杀手却自食恶果 因为病毒感染 两人渐渐失去意识 掏枪射杀了对方 吉姆拿出手机 将拍好的视频发到网上 瞬间引起轩然大波 眼看真相无法再掩盖 官方只好派出直升机前往小岛 可军队的任务并不是营救 而是清除与丧尸病毒有关的一切 甚至连幸存者也不放过 见军队展开无差别残杀 吉姆只能藏起来 此时妹妹与警长正在恢复正常 可面对官方冷漠 警长下场依旧悲惨 即使他拼命解释 还是被活活烧死 很快 整个小岛只剩吉姆和妹妹幸存下来 长官向全国人民宣布 丧尸病毒已经被清除的好消息 然而他杯子上刻着字母M 很明显 他就是指使吉人专家偷渡的幕后黑手 满是冤魂的小镇上 吉姆陷入绝望 突然水中出现一只小船 正是看到新闻赶来营救的姨妈 安全后 吉姆将断壁丢入水中 隐连一条大鱼啃食 这个细节说明一个问题 不管是操纵者还是受害者 都存在一条漏网之鱼 也是续集的点睛之笔 这部电影叫《大脑冻结》 上于2021年 是我见过最另类的丧尸片 超过了80%的同题赛电影 全程紧张刺激 无尿点 小镇娃本色出演 更是紧扣观众心悬 喜欢刺激的宝子们 可以观看原片 好